大家好 欢迎来到Mass学院 上一节课我们已经学到了 F语句的几种形式 那接着我们往下来看 这节课学习一下F语句的一个应用 在学习之前呢 我们还有一点内容 来学习一下F语句的另外一种形式 那好 来看一个例子 在之前我们写的时候呢 你看到我们的代码段是写到花口号之间的 那同样的这个花口号呢 我们可以通过另外一种形式 也就是冒号和andif的形式来写 来进行替代 那举个简单的例子 写成一个if3大于2 I call一个less is true else I call一个less is false 这是我们之前写过的 那现在我就可以通过冒号 和andif的形式来替代 这样的形式 来替代这个花口号 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this is true 包括这种if else if的形式也可以 但是在通过if else if的时候 如果你想用冒号和andif的形式的时候 注意 else if之间不能有空格 可以举个例子 username等于一个king 写成一个if dollars username等于等于king的话 冒号 接着在else if dollars username等于等于admin的话 干嘛 在else if来三个就可以 username等于等于king的话 干嘛 这样的形式 他们之间这时候就不能有空格了 有空格认为是错的了 再来一个 else and if 成对的来写 写完之后再来写相应的代码段 I call一个hello king I call一个hello的me 再I call一个hello king 最后再I call一个less is a test 好 你看到这时候应该出现什么呀 出现一个hello king这样的形式 没问题 这是一个简单的另外一种形式的if语句 那接着我们来看 那我们学了这么多f语句 来看一下在具体案例中我们如何来用 那平时呢 大家应该看过 在逛一些门户网站的时候 假如说看这 看一个news 或者qq.com 你看到在这显示的日期 假如来个新闻 看过这种年月日星期几的形式 那这个日期呢 真正的不是说每公每天来了 今天星期改成星期 今天星期日改成星期日 而是真正的通过程序来得到的 当前的一个日期 包括时间都是得到的 那现在呢我们也可以来形成这样一种形式 在做这个案例的时候呢 首先我们会用到一点新内容 来看一下 写成一个date 首先可以通过date函数 得到当前的 当前服务器的日期时间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接着呢 这个函数中需要给两个参数 第一个日期的格式 format 也可以跟上第二个参数 时间戳 time 如果你不给的话 默认的也是当前的时间戳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接着常用的参数呢 像我们想得到年月日 小时分钟秒的时候 年我们可以通过大写的y i代表四位的年 接着m代表两位的月 d代表两位的日 mh大写的h代表两位的小时 i代表两位的分钟 还有一个s代表两位的秒 这是常用的几个参数 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 可以跟一个w 它返回的是一周内的第多少天 值是0到6 0呢代表星期日 依此类推 这样的形式 那我们可以简单来试验一下 i可一个date 得到一下y 像刚才在QQ上看到的样 年 m月 d日 接着你要想得到小时分钟秒 也可以h i s 那这个分割符呢 你可以任意的来指定 我们来看一下 能否得到我们想要的样子 年月日 小时分钟秒的一个形式 好 那现在呢 有这个中文不认识 我们来一个hider 那接着再看一下 2014年11月16日 084649 那现在你可以看一下时间 现在是不是16点呀 正好差了8个小时的时区 而上面呢 你也看到了一个warning 一个警告 date it is not safe to rely on the system's time zone settings 使用当前的系统时区呢 是不安全的 那这时候呢 你需要来设置一下时区 设置时区呢 可以通过几种形式来设置 来教给大家一下 首先需要设置一下时区 在设置时区之前呢 我们首先可以通过函数的形式来设置 动态来设置 一般有设置时区 就有得到时区 可以通过这样两个函数 第一个date default time zone get 来得到当前的默认时区 第二个可以通过date default time zone set 设置时区 那现在需要告诉我设置成哪个时区 time zone 传过来一个 那这个time zone呢 大家需要记住三种值就可以 第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PRC 我们中华人民的时区 第二个亚洲的ASIA的上海 ASIA的重庆 这样两个 那现在这三个呢 你设置成哪个都可以 那设置时区呢 设置成功会返回为真 设置失败会返回为假 那好 我们就可以在这来设置一下 它只针对于当前交变有效 那在设置之前呢 我们先来得到一下 可以通过 echo一个date default time zone get 来得到一下默认的时区 之后呢 再来设置 来刷新 你看到得到了一个UTC 这是得到的默认时区 那什么是UTC呢 其实世界标准时 不管是什么时间 反正和我们的中国时间 和我们想要的时区呢 是不一样的 你看到 协调世界时 又称什么是 世界统一时间 世界标准时间 但是呢 不是我们中国人的时间 这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来设置一下 好 在这儿我们来设置一下 通过谁来设置呢 就可以通过 date default timezone set 来设置一下 设置成谁呢 设置成prc 设置成功 返回为真 设置失败 返回为假 那现在你设置完之后 你再来得到一下 现在当前的时区就变了 你再一个date default timezone get一下 就变成你设置的时区了 如果设置成功的话 来运行一下 你看到 在这儿的时候 得到了我们的prc 这是我们刚设置的 那上面这个警告呢 看着比较麻烦 去掉这个警告 用我们之前学过的 错误一制服就可以 好 那你看设置完之后 得到默认时区 就变成你的prc了 包括下面这个 日期时间这儿 你看到 时间 小时的 已经回到了我们的小时 而不是差了 八个小时的 时区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这两个函数呢 一个是来设置的 一个是来得到的 同样的 还可以通过 第二种形式来 设置时区 通过修改 配置文件的 显示来设置 prc配置文件中的 哪一个选项呢 date.timezone的选项 设置时区 那上面呢 是针对于当前脚本 脚本有效 从设置的位置上 之后才有效 而修改prc配置文件呢 针对于所有脚本 都有效 我们来试验一下 打开prp的配置文件 搜索一下 这个date.timezone的选项 好 去掉前面的分号 接着把它试试成什么呢 asi的上海 保存 保存之后 重新启动一下服务器 启动之后呢 我们再来一个脚本 它就已经生效了 来看 来一个 data效限5 先来得到一下默认的时区 echo一个date.default.timezone.get 看一下是否是你得到的是默认的配置文件中设置的这个时区 重新启动一下 来运行一下 你看到得到的就是我们这个上海 那接着呢 你也可以在当前脚本中来设置 也可以 你说我在这再设置一下 也行 在date.default.timezone.set一下 写成一个asi的重庆 那接着你再得到的时候就变成重庆了 这样的一个形式 你看到重庆 这是第二种方式来设置时区 那第三种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运行式设置 也是来设置peerp中这个配置选项 可以通过谁呢 通过ini.set来设置 同样的运行时 设置peerp的配置选项 那现在呢 你要告诉我设置成设置哪个选项 设置值是谁 一般有设置的时候 会有对应的得到 得到配置选项的值 我们再应用这两个再来一下 测试一下 写成一个ini 先get一下 得到一个timezone date.timezone这个选项 看一下它的值 得到之后我们再来设置 好刷新 得到的是上海 那接着我们可以通过ini.set 来设置一下 ini.set一下 这个选项 date.timezone选项 值是谁呢 写成一个prc 设置之后 我们再来得到一下当前的时区 看一下是否改变了 刚才你看到的时候呢 还是ASA的重庆的 再得到一下 保存一下啊 你看到ASA的重庆 那这时候呢 是使用的是这个timezone设置的 那刚才呢 我们想设置一下谁呢 prc 把上面的先关掉 你再来看 首先默认的 我们先得到一下 应该得到的是上海 那现在呢 我们现在设置完之后 是不是prc了 对吧 你不要一个脚本中 又有这个date default设置 又有ini.set设置 那这时候你看到 我们的ini.set在起作用 运行式来设置一下 我们的时区 三种形式 你任选期都可以 好 那设置完之后呢 我们再来应用 回到我们这个date函数 想得到年月日 小时分钟秒 就可以通过date y年 不一定就要年 我写成一个杠 当分割符 m杠 dh 冒号i冒号s 同样的也可以 分割符可以任意的来指定 你看到2014年11月16号 这样的效果 包括你想得到年月日都行 你想得到一下年 简单测试一个就行 那只用给上一个参数 y 那得到的是年份 那刚才你看到了 date函数还有第二个参数 就是我们的时间戳 那什么叫时间戳呢 也就是从1970年1月1日 0.0分0秒 到现在所经历的一个秒数 我们可以通过谁来得到 当前的时间戳呢 通过time函数 得到当前的时间戳 就是从那个时间点 到现在所经历的一个秒数 你可以看一下 返回的就是这样一个 整数 什么187 你再刷新 你看到190 在涨 所经历的一个秒数 同样的 date函数呢 如果你不给上这个参数呢 它默认的使用的也是 当前的时间戳 你可以来试验一下 date一个 y 斜线 M斜线 D H I S 第二个参数 当前的时间戳 同样的 它们两个得到的是 一模一样的 那有了第二个参数 我们可以干嘛呢 可以得到一下 指定时间戳的一个 日期 时间 那现在我想得到一下 明天的这个时候 那只用过了一天 让时间戳 加上一个秒数就可以 echo一个date y 斜线M斜线D H I S 加上一个谁呢 time 一天是24小时 乘以一个 3600秒 能得到一天以后的 一年以后的 一年以前的都可以 简单的 带你来测试这一个就可以 看到是17号 这个小时 这个分钟 这个秒 没问题 那最后呢 再来看一下 date中比较常用的一个参数 就是W 它会返回一周内的 第多少天 那星期日呢 会返回一个0 之后呢 依此类推 你看到会返回一个0 这样的效果 有了它之后 就可以来做这样一个案例了 做什么呢 就做成一公 做成功这样一个形式 年月日 加上一个星期几 那星期几的形式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写 首先得到一下 当前是一周内的第多少天 DollarState 等于一个date的W 那接着我要判断一下 ifDollarState 要等于等于0的话 我们可以写成一个 DollarState 等于一个 或者DollarState 等于一个星期日 else if DollarState 要等于等于1的话 DollarState 就等于一个星期一 DollarState 这样的形式 再往下是一样的 当要多个条件的时候 要用到我们其中 else if的形式 等于等于星期二 让我们可以写一下 else if 就快速写一下 一样的 DollarState 等于一个星期三 DollarState 等于一个星期四 再有两个 应用一下 这种多条件的形式 DollarState 等于一个星期五 else if DollarState 等于一个星期六 好 那现在你看到 我们想出现这种 年月日小时分钟秒的时候 就可以写一个Date Str 等于谁呢 等于一个 首先得到一下 当前的年月日 Y 年 M 月 地 日 接着 再拼上一个谁呢 拼上一个 第二个DollarState 接着你再echo一下 这个DateStr的时候 就会得到 你想要的一个形式 好 刷新 看到 写上一个Header 有中文了 得到了一个Header 2014年11月16日 星期日 那接着我改变一下我当前服务器的时间 写上一个18号 再点确定刷新 你会看到 这是星期二 11月18号星期二 这样一个效果 那也是我们网站中看到的这种年月日加上星期几的一个形式 就可以用我们这种if else if的语句来实现 那以后呢 我再交代给大家一种简单的形式 也可以 比较简单 好 那看到了这节课主要是学了几个日期时间函数 包括应用了一下我们这种if else if语句的一个形式 来完成了这样一种年月日加上一个星期的形式 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种效果来实现一下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